哎呀 出了一身汗 回来晚了 在路上断了断了活动活动 连跑再走了反正 今天要总结的一点就是 工作没安排好 首先 要我送电脑 然后送电脑的位置 距离我家没有多远 然而我当时没放在心上 下班的时候也没拿主机 导致第二天到公司以后 还得拿着主机坐公交车 大老远再来到家里边 再回到我家附近这儿 把电脑给他送过去 其实的话 这个 送电脑的地盘距离我家没多远 其实的话我应该头天晚 头天下班的时候 垫着主机回家 然后第二天早晨 然后拿着主机 给他送过去 也不耽误时间 也不耽误什么多长时间 再一个就是昨天下午 虽然说下雨了 但是 后边雨停了 雨停了以后我应该拿着配件 去搭风车网吧 去把那些机子给他修一下 然后今天就不用过去了 还有一件事是市政府来 要调打印机 说是 然后今天跟市政府办公室 那个主任联系来一下 人家说不用过去 之前好几天了都 之前想让我们过去给他调一下 结果我们没人没过去 他就找别人调 好像调好了 嗯 这事儿反正弄了也不太好 人家跟你说啊 你过去了 结果你没过去 没法人家用了 只能找别人了 嗯 总归我 当时的想法是 当时我的想法是 第二天早晨借同事的车子 然后 嗯 带上主机去开发区 送完主机以后 然后到 那个大风车网吧 把机子修好 修完以后 然后紧接着再去市政府调案以后 然后再回公司 嗯 嗯 其实 哎 我也是偷懒了吧 我应该 我应该是 就是 当天 就去网吧 做完之后 也就 第二天也就不用过去了 再就是 主机如果 我提前 拿走 拿到家里边 第二天早晨去 把主机给他送过去 也不耽误什么时间 自己没有安排好 偷懒 没办法 嗯 自己不操心 光想着别人提醒你了 可能呗 哎 我还是不太成熟 哎 哎 有点饭困了 哎 今天就做 然后的话 明天早晨早早 还得去 内球 德马网吧 装六七台机子 六七台机子 但是说这个量并不大 就怕还有别的事 这时间就长了 估计一弄 就得弄一上午 也可能得弄半天到下午 还得弄到下午 还没准 但愿 反正 估计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把配件组装到一块 插插线 也就了事了 哎呀 好困难 哎呀 哎 不知道该说点啥了 天太晚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大家晚安 嗯 嗯 嗯